大家好 我是Philip 今天跟大家討論一下Likon Z 剛好在Likon Z剛剛推出了40F2的SD版 即是特別版這一支 順便跟大家討論一下Likon Z的未來趨勢和傳聞 在開始影片之前 記得按讚和訂閱我的頻道 意見下面留言給我 一齊討論 一齊討論 有TG Group的Tracer Group是武漢品牌 亦有Likon Z的Facebook Group、TG Group、WhatsApp Group 大家也可以按進去 一齊討論 大家可以隨便加入 再討論一下這支鏡頭 跟大家討論一些規格 怕大家會忘記 其實它普通版已經推出了一段時間 其實我自己也買了一支 之前應該推出這支影片 亦都一直在用 因為我平時那支鏡頭放在家裡 隨時拿出去和家人用 沒有拍公司 又忘記拿回來拍這支影片 但我希望待會補個鏡頭 即是怎樣也好 拍個鏡頭 再加上這支影片 讓大家看看我真的有這支鏡頭 另外 為何我又會付錢再買多一支40F2SD 一來是有個情意結 因為有ZF-C ZF-C本身的樣子 這支SD版好像比較帥氣 也不貴 所以買了這支SD版回來 這支開箱 又跟大家分享一下 ZF-C的一些傳聞 未來的一些所謂的趨勢 跟大家開箱一下 盒子本身跟40mm的一樣 不過寫多了一個SE字樣 這支援是行貨 有行貨的保存證 還有一個新貼紙 如果最近買鏡頭 應該都會有跟這支貼紙 另外還有一些謝謝卡 還有一些保收條款 那些字樣 如果買鏡頭有興趣看 但通常有看一次就不會再看 就收起來了 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以前鏡頭有跟布袋 現在就算是環保了 就沒有跟著 大家其實不知道 你喜不喜歡布袋 我很多時候都是買回來 開完布袋 都是放進去 到買的時候都沒有動過 好了 先說一下鏡頭 跟G28那支很相似 雖然我的G28是貼貼紙 但大家可以看到 除了鏡頭的面 尺寸不同了之外 其實其他外觀都是很相似的 就裝上CFC給大家看看 雖然這支鏡頭是Full Frame 但我覺得 它的樣子要裝上CFC 才會比較一體化 給大家看看SPEC 重溫一下 有興趣可以停止來看 對 說完這支鏡頭的尺寸 實際上我之前出過的影片 或者是很多很多YouTuber 或者是很多用家 都出了相片 有時是F2 相信大家都會同意這支鏡頭 是一支很輕 高質素 便宜 但是有些人說 其實它的質素 不夠其他Nicron Z的鏡頭 很漂亮 那當然是一定的 你本身 不可以跟SDI的1.8比 這個是很正常的 還有它有些特性 我自己覺得有些特性 譬如它在逆光之下 它的反應跟一般Nicron Z的鏡頭 是它會多一點點飛蛤光 多一點點一陣光滲出來 我不知道怎麼說 給大家看看 但是因為我還未找到那張相片 我也忘記了 我拍一下看是有一張相片 一些拉技很不同的反應 如果有興趣 大家可以一起留言聊一下 我自己覺得 我自己覺得 輕的鏡子 大光圈一點 異光圈 起碼不是3.5 用下去都不覺得是大光圈的東西 異光圈放下去 無論是ZF-C 放下去是Full Frame Z9 我覺得是好用的 因為輕的便宜 即是Touchwood Touchwood 弄破了不心痛 所以其實我都很喜歡用 我長期放在家裡 即是我不是做的 我長期放在家裡 去用它 所以就 所以就 出XD版 就付錢買 即是未出貨 即是未出貨 我都應該說 我要訂 我要訂一支XD版 也都支持一支 28XD 那就跟ZF-C 另一支就是1650 我又不是跟ZF-C買的 就是我自己覺得 配黑色是漂亮的 即是不喜歡銀色 但黑色我覺得很像白搭 以及我另外的兩支系列 很像一盡 大家如果要留意 我有一個銀圈 其實這個不是特別版 這個是機身鏡頭貼紙 我特地買銀色的貼紙 然後只要銀色的圈 只要銀色的圈 如果大家有興趣 可以去找一些鏡頭貼紙 然後貼銀圈 這支鏡頭貼紙 很可愛 這支鏡頭有出席 NICON的活動 NICON的同事 你知道是甚麼來的嗎 如果不是28XD 即是那時40XD還未出 我就覺得 你又不是副廠鏡 是甚麼東西 然後我不解釋 其實不是 其實是650來的 只是自己貼了銀圈 這支鏡頭貼紙 我自己覺得是頗漂亮的 再說一說 WOMAS 其實不是WOMAS 大家都會知道 因為這支鏡頭貼紙 已經公佈了 接下來有這支 有1mm 甚至提及的85mm 另外還有全民中的35mm 這支鏡頭貼紙是自己製造的 我相信它可能會跟8mm一樣 都是無望 只是估計而已 另外還有就是DX24mm 一支我很想要的DX12-28PZ 甚麼PZ呢 應該是Power Zoom Power Zoom 即是電Zoom 上面好像有一個按鈕 可以做電Zoom 另外還有一支 全民中是像騰龍那支 275mm一樣 這支是7180 輕身的DX22-28PZ 招距提及7180PZ 應該是2.8PZ 另外還有一支S-Line 135mm 全民說是1.8光圈 就不知道 應該也是 始終現在全都是1.8光圈 應該不會做1.2 因為很大支 這支S-Line 也有很多人在等 最後就是影生態 也有很多人在等 都說了很久 200-600PZ 希望它會像是 像Sony 一樣 行定光圈 也不是伸縮鏡 至於說到 傳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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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 今年可能會有ZF 即是 Declone Womus 說的 就不是我說的 按照 陳實網站的說話 對 Womus 說 會有出一部ZF 至於 大家不知道怎樣看 究竟 它不用漂亮 它不用規格漂亮 總之外形漂亮 就像ZF-C 不過就是 Full-frame版 那 是不是這樣呢 還是大家想是一部 很高性能 也是一部復古機呢 那 大家 你覺得怎樣呢 我情願 如果我真的 我真的 情願它便宜 因為 好老實說 好老實說 復古 雖然我試過拿ZF-C出來做事 即是試過很多次 但是 一般我選擇做事 都不會拿復古樣的 嗯 又不是不好 如果客人很喜歡復古產品 我會跟他說 那部機器很漂亮 但如果客人覺得 很奇怪的話 就是我覺得 你得了什麼機器來拍攝 來拍攝 所以 我情願它推出一部 高價性比較 不要那麼貴 然後 Full-frame 對了 Full-frame 其實它現在有條件 即是有40mm F2 Full-frame鏡 28mm F2 Full-frame鏡 其實就有一支 24-50mm 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有支24-50mm 其實那支24-50mm 可以做一個 類似 其實16-50mm都可以 即是做一個這樣的圈 你把銀色鏡的部分 換進去 就是一個銀圈 當然啦 即是我亂的 不知道會不會有 即是 整進去 其實ZF 或者是 對 或者是不知道什麼 F 總之Z什麼都好 總之 那部復古機 高價性 給一些 帥哥 這樣就可以了 現在我都齊條件 即是不會說 都未齊齊 都不能出 我覺得OK 即是我自己覺得 但當然 如果你覺得 不是的 我想這部ZF 是很高的性能 簡直是 不要說Z9 即是可能 全民的Z8 很高像素 或者很高 Performance 放進去 復古機的樣子 賣貴一點 不要緊的 我是偉次買的 還是這樣呢 大家怎樣呢 因為我自己 對於ZF-C的操控 我自己覺得 它很適合 拍照 即是 慢慢扭開門 教一下 那個感覺 是很棒的 但是 譬如你要做一些 轉拉掃 轉某些功能 其實它 又沒有Z30 又或者 一邊現代的機身 那麼方便 我自己覺得 所以 我覺得它很適合拍照 而 ZF 所謂ZF 我不知道是不是這個名字 所以大家會覺得 對 會怎樣選擇 在校園留言 大家都知道 其實 在F1年度 它推出了 有DF DF 其實都很厲害 買得很厲害 大家很多人都買 有銀色 有黑色 也有這隻 黑金版 就是一個特別版 其實它可以玩很多這些東西 即是 Fans 或者我們這些 有些 有些會吵 我們都會吵 這些機 都是會賣單的 完全是打擊銀包 所以 Nikon 看看你怎樣走這條路 究竟你是 好像ZF-C 出一個 OK 夠用的 然後便宜一點 推出來 還是 高 其實ZF-C 出了黑色版 其實我都掙扎 買不買黑色版 有時 覺得 其實 就當成這樣 銀黑 都漂亮 全黑也是漂亮 很有型 因為 黑色機身 在以前來說 是 以前的機身 就是專業用黑色 通常便宜一點 才是銀黑色 但當然 這個年代 大家覺得銀黑色的機身 是有型 即是英俊 英俊一點 不知為什麼 黑色機身 好像二手 沒有那麼 當然是值錢的 但沒有那麼值錢 但也是值錢的 很貴的飛行機 所以其實我很少 操作飛行機 不是 沒有 都有一兩部 但是我全部都是數碼 就算是Phylm的型號 都是數碼 即是 好像F-5 我是有一部數碼的F-5 即是 柯達版的F-5 有機會跟大家分享一下 有機會 快點 有些新產品 希望Nikon快點 無論什麼都好 即是 希望它可以做一些東西 即是跟別人的牌子不同 之餘 它是做得好的 希望是有多些產品 那麼多些產品 我們小瑞仔有得選擇 即是不是你全部都買的 即是我也不會全部都買 對不對 我都不是 今天好像說開這麼多部 我都沒有買 都不是中了這麼多部 嘩 任購買 所以都會選擇一些 器材 喜歡的東西 不知道你覺得怎樣 希望你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like我的影片 分享我的影片 因為真的 真的很難很難有view 以及有follow 希望大家幫幫忙支持一下 記得follow我的頻道 以及like我的影片 下面留言 一起聊天 一起說一下 究竟它的趨勢 比如它的產品 甚至乎是 你有想過什麼事 想過什麼玩 我盡量去安排 今天這條影片先說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不過今天給大家看 既然你看到這裡 都還沒走的話 我拿了一部 柯達版的F5 柯達版的F5 給大家看看 好 這部就是柯達版的F5 型號就是DCS620 大家知道F5不是一部飛臨機 但是它是經過柯達的改裝 有機會看看跟大家說一下這部機 可以穿的 雖然它的電話 很適合 但是插火是可以穿的 而且它裡面是有一隻Hardis 我買這部機器的時候 是有一隻Hardis 一隻Hardis 是170Mbps 不是170Gbps 170Mbps 170Mbps 的Hardis 也挺有趣的 這些機器都很厲害 過了這麼多年 都還可以走得到 讓大家看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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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